哈喽 欢迎收听玻璃的鞋缸录第45集 我是玻璃 今天这集节目呢是比较特别的一集 因为我第一次邀请了来宾来上节目 这个节目已经录了一年半 对 一年半的时间 然后我第一次终于邀请到来宾了 我记得我在去年的时候 就有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 就是我接下来要做人物的访谈的部分 可是因为可能时间很难瞧 然后我又一直都很忙 所以始终都没有开始 但这一次有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 因为第一集的来宾我邀请到的是 我的创业的路上一位对我有很多启发的老师 因为对我来说 我觉得创业这条路上的老师不能乱找 就是我觉得说 他不仅是要可以提供给你有价值的内容 要能教你东西 那他还要是 他生活的方式是要是我向往的 对 因为我其实不向往那种什么开名车啊 或者住豪宅的生活 我向往的是一个他自己知道他在做什么的 然后他自己定义的一种快乐的生活的模式 所以我要向往他的生活 然后他的方法不仅要被验证是有效 而且要是一个正当的方法 所以我觉得老师其实是蛮难找的 可是今天邀请的 今天邀请到了这个余薇畅老师 他是完全符合这些条件 所以我非常高兴今天他可以来上我们的节目 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做艺人创妇 所以就特别的邀请他来跟大家聊一些书里面的内容 还有他过去创业的一些经验 好 那我们就来欢迎余薇畅老师 欢迎唱歌 哈喽 佛丽 我特别为了你穿花衬衫 我超高兴的 喜欢 因为我觉得唱歌穿花衬衫有一种很反差萌 因为他就是很man的一个样子 然后穿花衬衫我觉得超酷 好 唱歌我觉得你这个书蛮有趣的 就是我自己也有买一本嘛 我觉得这个书有趣的地方在于就是 他的书名有一个副字 那现在其实市面上谈理财啊 什么创造财富啊 这种书非常的多 就感觉很主流 大家好像都很想要致富这样 所以我想问唱歌的第一个问题会是 都是谈财富的书 那你这一本跟别人的有什么不一样 OK 我觉得我比较着重于过程 因为当初这个出版社 他希望用的书名是一人致富 然后因为很多很多书就像你讲的理财 都说什么习惯致富啊 思维致富啊 什么什么致富 理财致富啊等等都致富 那致富会让人家觉得 我们比较着重在于结果 但是我认为结果根本不是重点 过程才是重点 所以我把它变成创富 因为创是一个动词 它是有创造的这个动作在 所以我觉得创富的重点在于 创造财富的过程 在创 在创造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我 因为我书上有提到 所谓很多人在追求什么 财务自由嘛 但是财务自由的顺序弄反 他们是在追求财务的路 他们在追求财务的路上 并没有自由 那他们可能是 每个月5号要领薪水 所以他大部分的时间 29天都生活的不是很快乐 如果你不会热爱你的工作的话 所以他们就是为了那一天快乐 然后牺牲了大部分的不快乐的时间 那为什么呢 为了就是他们想要赚更多钱 然后创造财富自由 所以我觉得顺序应该是反过来 就是你要先想出说 你想要每一天过怎样的生活 这个才是优先 这个你要先确定 你每天想要过怎样的生活 做怎样的事情 然后你想要施展 你什么样的抱负或是才华 在自己的脑中 一定要先有这样的画面 这样的画面先具体的 把它浮现出来 在你的脑中 有了这个以后 你才去想说那我如何在这个过程中 创造财富 那当然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因为如果那么简单的话 大家都去创造财富 大家都不用上班 所以我想要 我这本书就是要提醒大家 因为很多人 他其实没有这种顺序的观念 他就是被钱牵着走 被薪水牵着走 然后他间接说服了自己 自己正在做的工作 就是他所喜欢的工作 这根本就是自欺欺人 就是你一定知道 你自己喜欢什么东西 他不等于你现在正在做的工作 所以在你的一生之中 在某个时间点 你一定要去想说 如何把你热爱做的事情 跟你可以赚钱的事情 做结合 如果你没有做到结合的话 你这一辈子我都觉得 活得很痛苦 而且我也觉得很可惜 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这一生 你其实都没有 花大部分的时间 做你想做的事情 是 所以唱歌听起来很强调说 要知道你想要的 那个生活的画面 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所以这样听起来 是不是唱歌其实对于财富 的这个负的定义 听起来好像不只是钱 就钱好像只是里面的一个部分 当然当然 钱只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对不对 对 除了钱以外 钱是物质上的满足 对 物质上的富有 那更重要是什么 更重要是你心灵上的富有 对不对 所以我刚刚就说了 如果今天你只是为了薪水 然后你每天忍受自己 去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情 你只是顾到了钱包上的满足 但是你并没有顾到你自己 心灵上的满足 所以我们常常说 我们常常提到一个东西 叫马斯洛金字塔 马斯洛金字塔的最底层 就是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到底是什么意思 自我实现就是表示说 你来到这一生 你找到你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你努力的去到 去追逐 那个目标 就算你没有 最后达成那个目标 你在这个过程中 至少是你自己想要的 是你出自于 你自愿的一种意志力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这个过程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 所以财富当然是很多面向 那有钱当然是其中一个而已 但是他绝对不是全部 是 那我很好奇 唱歌是一开始 你怎么发现这件事的 因为我知道唱歌之前 在自己创业之前 是外商的台湾区的总经理 所以理论上那个时候 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 也是富有的 薪水应该也很不错 然后地位啊 民生等等都很好 所以我有点好奇 那这个也是传统 我们一般台湾人认知的 一个成功之路 这样 所以那我有点好奇 唱歌是怎么自己发现说 这个成功之路 其实不是你要的 你要的其实是 其他的更丰富的一个画面 你怎么发现的 对 我觉得就像你说的 就是我从小也是什么 父母要我念好书啊 念好成绩 然后一路念到硕士 硕士毕业以后 进入职场 找到一份好工作 然后我一直努力努力努力 然后坐上总经理的位置 那个时候啊 我才30岁 所以30岁当上外商公司总经理 这个我觉得对于一般人来说 已经算是人生生理主了 对啊 可是呢 我在这个其中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在我公司成长的过程中 我其实并没有感受到我心灵上面的满足 我钱包是满满没有错 但是我心灵上总觉得少了些什么东西 好 我举例来说 我其实是一个很亲和的人 好 在我那个公司在email开始 第一个员工的时候 当我就是雇了第一个员工的时候 我到现在我还跟他很好 好 虽然我们都已经不在这个公司了 我中午就跟他一起出去吃饭 然后聊一些模型啊 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因为他是男生跟我童年 然后呢 随着员工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我开始我开始发现 大家不那么亲近我了 好 那特别是我的职位越来越高 我身上总经理 我进入到一个 我拥有了自己一个小房间 我觉得任何一个上班族 如果你是出街上班族的话 你可能会渴望有一天 你自己能够游自己的办公室 然后坐在里面 然后与世隔绝对不对 但是我跟你讲 那种那种那种情境 你享受一天就好了 他其实并没有那么的美好 因为等到你的职位 坐到那个地步的时候 外面的员工 你房间以外的员工 他就不会再理你了 他就跟你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们就会开始在茶水间 说你的坏话 好 然后他们就会在私底下抱怨 然后你走过去 他们就马上停止说话 好 然后反正 然后中午也不会肯给你吃饭的 对不对 因为他在讲你坏话 怎么还可以给你吃饭 所以我觉得 我从那一刻开始起 我就觉得说 我其实没有变 好 但是变的是我的职位 变的是我的空间 然后呢 但是我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产生了一些变化 然后这些变化 其实不是 我觉得 我不是很很自在 就是我觉得好像我没有要这个东西 对 另外一个点 另外一个点就是说 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动手做的人 我喜欢做产品 我喜欢做行销 我喜欢 难听的话 我喜欢自己自己干 我就是一个人干 就是自干型 对 自干型的人 可是 当员工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不能去做产品 我也不能去做行销了 我必须要去做人事管理 我要去做公司营运 我必须要去训练出一些主管来 我要带人 然后有时候带人 不是只有带心 带专业上 还要带他的心灵 大部分人都要鼓励他们什么的 鼓励他们 然后 譬如说我有个助理 他有一天 他跟男朋友吵架 他跟男朋友吵架 然后他就 他都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 对 然后我还要去开导他 我还要去开导他 这个渣男就离开他吧 你去找下一个会好 下一个会更好 对 然后我觉得奇怪 莫名其妙的 我们在职场上 为什么我还要去开导一个 他又不是我女朋友 他又不是我老婆 他只是一个我的助理 然后我还去开导他 那我就觉得我做这件事情 好像有一点违背我 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是 后来我就 我就发现 其实我不喜欢人事管理 我也不喜欢去开导别人 我应该说不是这种 这种开导法 后来我就想 那我还是 还是自干好了 我还是就是自己创业 然后从零开始 因为我很喜欢 吴忠生有这段过程 我很喜欢从零开始创作 然后你看到一个产品 接近的成型 然后这个产品 卖到市场上 很多人喜欢他 我非常喜欢这一段 开创的过程 所以我认为如果可能天生 就是一个创业家 只是前几年 我必须要累积实力 累积第一桶金 然后累积一些 创业会知道的一些 需要的一些技能 但是到了最后 我还是全部爆发出来 我还是一个回归到 我创业家的本质 我就是用手把它做出来 是 所以听起来 唱的是非常喜欢 自己去打造一个产品 或服务的 那个从零到一的 那个过程 这样就从自己手中生出 好像生小孩的那种感觉 就哇 诞生出来了 这样 那这样听起来 这应该就是唱歌 走向这个艺人创业的一个 一个主要的过程嘛 那其实我的听众 蛮多人都会蛮好奇一个问题 就是说艺人创业 不会很累吗 就是说都自己 所谓的自干型 真的都是自干吗 那这个过程 我好像也没有什么钱 然后也没有人跟我一起 艺人创业真的是可行的吗 我有一些听众问过这个问题 那唱歌怎么看 OK 我觉得这个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个从外部来看 一个从内部来看 我们先从外部来看 我从小我就觉得说 如果今天我在 我看到了一件事情的发生 譬如说有一个人 他做到了这件事情 那我就会认为说 既然有人做到了 那我应该也可以做到 对不对 OK 好 所以我一直 我从小就有这种自信 就是说如果有人做到 我就可以做到 那我想要鼓励这些人 如果今天你想要向往 我们这样的生活 那我可以告诉你 现在全世界 已经不知道有几千万人 这是一人公司了 而且他们活得非常好 几千万人都可以做到事情 没有理由你不会成为之一 所以这是外部的 这是我 我要给大家 跟大家说的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你可以到处去看 当你这件事有兴趣的时候 你自己上网去Google 去做功课 去打一人公司 范例 成功案例 成功股市 或者是你可以加入我的完全订阅制 我每个礼拜四 我会写一篇国外的人物 这每一个人都是 基本上都是一人公司 或是创业家 成千上万的人都已经实现 他们正在 他们的理想生活了 那就差你一个了 这是外部 内部呢 内部呢 你当然必须要努力嘛 我跟他说 如果这件事情 他非常容易 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那就不会轮到你了 或者说 或者他就不是那么的稀有了 所以我觉得内部 你要不断的精进自己 你对这个世界要有好奇心 那这个好奇心的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要对你自己的能力上限 有所好奇心 我自己常常会 我常常会好奇我自己 我现在四十几岁 我还可以再做什么 我还可以再做更多什么东西 我还可以如何让自己更好 更聪明 更厉害 就是我一辈子都是有这种 自然力 就是我自己从内在 长出一个不想输的这种精神 然后我要一直督促自己进步 去学习 去实作 然后做中学 学中做这样子 一直督促自己进步 所以我觉得 当然这件事情 他人家说什么 开窍 人家有个字叫做开窍 这种事情 你可能会需要一个开窍 一个顿悟的时刻 那这个顿悟的时刻 很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事情上面 可能是一本书 可能自己认识一个人 譬如说现在你听了这一集 破例的这一集 可能就是你一个顿悟时刻 好 自然你开窍以后 哇 那你的进步的速度越比较快了 因为你会有那种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出来 逼迫你要去多学习多进步 然后多实作 然后在实作的过程中 你就一定会越做越好 然后会进步 然后产生了一个 一个这个无比的自信 当你有无比的自信的时候 你真的就可以做任何事情 那艺人公司啊 什么自媒体创业 那个都真的就是其中 你做很多事情的其中一件事情而已 对 唱歌讲到这个 其实我蛮有感触的 我其实自己的顿 我现在回想我的顿悟的时刻 应该是我之前在科技公司的时候 我那时候被尔斯纳伊去做一个 新上市的产品 可是它是一个孤儿 这样 因为我们公司传统 传统做的东西 跟这个新产品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公司想要转型 但是公司里面其他的部门 其实他们的思维是比较传统 所以其实没有人看好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被尔斯纳伊去做这个东西 那其实那时候心里面一开始很多抱怨 我就觉得说 好像做这个没有人要啊 就是爹不疼 娘不爱这样 可是我觉得我内心 好像真的有一点唱歌讲的那种 就是我就是不想输的那种感觉 没有人在跟我比 其实没有什么比赛 可是我就会觉得 我想要把它真的做起来给人家看 我那时候就真的是 我其实不是做专案的 那个时候我是没有接触过专案管理 我也没有做产品 我以前都是做业务 我就真的去学很多产品管理的知识 然后包含专案管理 然后包含那个程式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 App 我还没有到会写 可是我要知道基本的原理 我就通通去把它研究 不然你就会被研发人员瞧不起 他们就觉得你这个没啊 就是都不懂啊 然后就会糊弄你 开模明明就要三天而已 他就跟你说两个礼拜 你就会被沙沙糊弄 我就觉得这样不行 我就觉得什么都要学 所以软体啊硬体 然后专案管理 我就通通都去把它学 就做了一年多 之后我那个产品 后来得了台湾精品奖 2016年的 算是一个 对我来说是一个奖励 然后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发现 哦所以我是可以 毛起来做一件事情 然后拼命把它做好 然后就看到 让大家知道说 你看我也是可以 那种感觉 对啊对啊 很赞很赞 对我觉得真的是 当你体会到那一种感觉 就是哎 这个是我擅长的事情 然后我能做好 而且我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给人家看到的时候 你真的会对自己产生 一种信心 嗯 你就觉得这个我可以 别的我应该也可以 那我可以再做看看那个 我猜这个应该就是 唱歌刚刚讲的那种 你要有一个顿悟的时刻 然后有一个动力去做 然后做了之后 哎做出来不错 啊maybe没有那么好 可是至少你成功了 所以下一次你在做的时候 你又会再更进步 所以听起来其实 唱歌是很强调 实做的这件事情 你不实做 你不可能成功嘛 对不对 你成功又不是用模拟的 又不是用想象的 对 你一定是要做了以后 你才知道你会不会成功嘛 所以现在很多人啊 现在因为我最近很多访问 很多人就会说 很多人就问刚才同样的问题 就说我现在是个上班族 我不敢出来创作 我不敢出来自己创办公司 那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自己的心魔啊 因为你自己已经预设说 自己不会成功了吧 那你当然是不会成功啊 那你那但是这些不是成功的 都是你想象出来的 都是你模拟出来的啊 那你你难道你不会好奇想去验证他吗 你难道不会想要去说 我不能我要去证明说 呃我到底我如果是我真的不会成功 那我至少要走过这一趟 我证明我不能成功啊 但是没有 现在是很多人是他先去预想他不会成功 模拟他不会成功了 但是这种东西就是就是心魔嘛 如果你能够克服心魔的话 真的就你会成长的很快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例子非常好 成就感这件事情啊 他是会上瘾的 当你胜利的 当你达到一个成就的时候 你会想要去追逐更多的成就 然后他就跟克药一样 你就会想要更多更多更多 就跟我们赚钱一样啊 好就是我们赚到钱 我们我们如果都不会赚钱 那就没事 因为我们没克药 当我们赚到第一桶金的时候 哇靠我们才尝到那个药的 的迷幻感你知道吗 然后就开始一百万算什么 两百万算什么 一千万算什么 我要一亿我要十亿 就是这样 成就感或者是人生的所有的 你想要去追求的东西 他都是会上瘾的 但是当你还没有沾到那个瘾头的时候 你其实是不会理 你不会理解这些这些感觉的 但是一旦你上瘾了 你就会变得很厉害 因为你想要去追逐更多东西 变得很贪心 他其实是一种 我觉得有点像一个 飞轮去推动的一种正向的循环 你一旦没有开始做一些什么 这个循环就不会持续的动 对那你一旦开始做了 开始去推它之后 它就会开始转 转完之后 你就可能产生一个带动力 所以它又会越转越快 这样对我来说是这种感觉 其实那时候我做podcast也是因为唱歌 唱了一年多前你曾经上传了一个 就是超鸟的podcast 我不知道唱歌有没有记得 你好像说你在床上录的 有 我记得 有对对对 你放在anchor上面 对对对对 我那是唯一一集 到现在回来也是用那一集 对然后后来就偷偷把他删掉 我在测试anchor 对我后来把它删掉 那只在测试 测试软体而已 对 因为我那时候在想这件事情就是 因为以唱歌就是在网路行销界这种大前辈 他竟然敢做这种事情 我那时候其实是蛮惊讶的 就是唱歌竟然放了一个 就是完全没有后置 然后就听起来很慵懒的一个podcast节目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你对你的能力有信心的时候 你是很勇于去尝试任何事情的 就是你其实不会介意说 人家听到这个podcast 会不会觉得我鱼为唱很没料什么 就是完全不会 我那时候完全没有那种感觉 我只是觉得说 唱歌竟然先去试做了podcast 因为那个时候podcast 其实在台湾还没有那么 完全起来的感觉 其实很早期 然后我就受到很大的鼓励 我就觉得说 嗯 这样也行吗 那我要怕什么 我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好怕 我也来试试看 我真的是因为唱歌那一集之后 我就也去录了 但我没有躺着录啦 我坐着录 那我那一集问世 还真的产生了一些正面影响 对不对 你如果不说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那一集我把它删掉了 那个我只是在测试软件而已 对啊 就是那个时候我就真的觉得 好像不会怎么样啊 因为像唱歌这样厉害的人 他去做了一集podcast 我并没有因为那个东西 我就觉得唱歌怎么这样 我没有那样觉得 我反而还觉得说 唱歌很勇于尝试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来试试看 我真的去做 然后就做到现在 虽然也常常会休息啊 或者是中间会停一阵子 可是我觉得可以慢 但是不要断啦 对我来说 就持续的去做 所以刚刚唱歌讲到这个 我就突然想到 就采取行动 然后很多人都会怕 那个第一步 周围的人的反应 就是大家都会担心 说别人怎么看我什么的 可是我反而觉得 行动才会好 对啊 我觉得如果你处处都在乎 别人的看法的话 那这个世界上 你什么都不能做了 因为你做什么事情 都会有人有看法嘛 对不对 那你也无法控制别人 对你的看法 所以你只能对你自己 就是你自己知道说 你在做这件事情 其实是为了未来更好 对不对 你是为了未来更好的自己 而去做这件事情 那别人怎么评论你 你其实根本一点差别都没有 然后就像有时候人家被拴 他可能是拴出 点出一个事实 那我觉得其实任何的意见 他其实都可以提炼出好的部分 但是如果一个人去拴你 不是事实的话 那你根本就是赤字以笔 笑一笑而已 譬如说我随便讲 我随便讲 我身高183公分 有人说我是矮冬瓜 你觉得我会在意吗 你觉得我会在意吗 不会嘛 就是我笑一笑而已嘛 好 但是讲到重点来了 如果今天有个人酸我 于文昌没实力啦 那这个时候你就开始质疑自己 是不是没有实力 但是我跟你讲 我的自信爆棚 如果今天有个人说我没有实力 我就会认为他跟我说 我是矮冬瓜一模一样的看法 所以当你的自信 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是无坚不摧的 没有任何语言 可以攻击你 可以攻破你的心防的 真的除非你真的自己犯错 然后他们指出 那个对事不对人 他如果对人的话 你是毫无 就是你是无敌的 因为你太清楚自己的实力在哪里 你太清楚自己每一天都在进步 每一天都在变好 所以这个只是都只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而已 你去酸你不会变好 但是你酸我你会让我变好 我想到这一点我就很兴奋了 他这些酸变成一种养分或是动力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反而想要证明 或其实也没有一定要证明给他们看 因为我们就是自我推动的这种人 对啊一直想要进步 对啊对啊 你根本没有时间去理他们 什么证明给人家看 有时候说什么 什么人家酸你 然后你要证明他是错的 我根本不用证明 他就是错的 他会酸你他就是错的 因为我们会去酸别人吗 我们哪有时间去酸别人 我们就是自己赶快 赶快进一步做给你看 就展现给世界人看我们的作品 哪有时间去酸别人 对不对 会酸别人 他们就是停留在自己的这个舒适圈 然后停留在自己的这个 你知道小格局里面 他们就是错的啊 嗯 就像我就是一八三 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这样 好 那我是不是能够总结唱歌 因为唱歌刚刚提到了 包含可能一些 艺人创业他的需要的特质 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了 例如说自我推动的这种 可能是好胜心 或者是想要持续进步的这种自我动力 那唱歌有没有其他想要补充 例如说什么样的特质的人 他是适合艺人创业的 需要培养一些能力啊等等这样子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从 从你现在到你想要的地方 就是现在你是A点 你理想的情境 理想的生活是B点 从A点到B点 你最需要是什么 你最需要的是创作 真的就是创作 因为你需要人 你需要人开始相信你 因为你会要赚钱嘛 对不对 你要卖东西给他们嘛 那卖东西给他们的前提 就是他们要相信你卖东西 对他们是有帮助的嘛 那在这个前提之上你要怎么样去聚重 你就是用你的作品去吸引他们嘛 对不对 因为我们其实看不到人的内战 你其实看不到我脑袋里面的东西 你觉得我很厉害 但是你其实根本看不到一个实体的东西 但是你能看到什么 你能看到是我实体的作品 譬如说我写了一篇文章 我拍了一部影片 我录了一集podcast 我做了一个蛋糕等等的 你看到这个作品 你才会知道说我这个人是多厉害嘛 然后你才会想要 你才会开始看我的东西 然后慢慢的一段时间后开始相信我 那当我要卖东西给你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会买 所以从A点到B点 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要创作 而且持续不断的创作 因为如果你中间断了 你可能就前功尽弃 那你只要能够持自己痕做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一定会在某个时间点 让你打开能见度 你再打开能见度以后 这些观众他们来了以后 他会看到你过往的作品 也就是说虽然你现在写了很多东西都没有被看到 但是只要那个关键点一打开 你过往的作品全部都会被看到 所以其实你创作是不会浪费的 而且这个还是外在 对于内在来说 你每天创作 它可以改变你的脑结构 它会让你变得更聪明 更厉害 然后当然就是培养一种意志力 培养决心等等 所以内在外在 我是非常鼓励日更的 这个日更当然不一定要文字创作 它也可以是Podcast 它也可以是影片创作 它也可以是你 比如说做蛋糕 烧菜 做DIY 什么气球之类的 我有个学生是折气球的 每天折一个气球当作品 也是很棒 对啊 就是让作品去让你认识更多人 然后有一天你达到一定数量的粉丝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做一些销售的行为 那你就会有可能是创富了 是 所以听起来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创作 那创作是为了持续的去累积 听起来是这样 累积你的作品 累积你的能见度等等的 那它也可以累积观众对你的信任 这样 那这是外部 对我们自己来说 就是透过不断的去创作 不断的去产出 去训练自己的 不管是思维啊 或者是吸收产出的速度 这样子 对 那我其实觉得蛮有趣的是 唱歌自己 刚刚说鼓励日更 这样 对 包含唱歌现在的 日更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 我觉得 任何事情 一开始也许困难 但是它变成习惯以后 就会变得越来越容易了 就像我现在认为 我觉得每天去跑步 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现在来看 我觉得很困难 但是你问那些跑者 你问那些跑者 他说没有啊 就是日常习惯啊 对不对 所以 所以我觉得 当然一开始一定会困难 但是你要去 你要去想这件事情 值不值得你克服这些困难 那日更写作 或是日更创作这件事 它绝对是值得你去克服 一开始的困难 它绝对是值得 值得去克服的一件事情 你说人家佩服我每天写作 其实我现在反而去 我反而很佩服 那些每天朝九晚五去上班的人 我反而觉得那种习惯 才是不值得去累积的 就是不值得去克服的困难 我觉得那很困难 你台风天下雨天 你还是要定到中 八点半起床 然后准时打卡 有些公司还罚你打卡一分钟 在罚多少钱 这个实在是 奴性很重 所以我觉得 因为以前 因为我多是 我是这种日子过来的 我以前住台北中和 我住中和警安站 每天上下班 那个警安站 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出口 每天上下班 那个出口就跟那个 怎么讲 好像要蚂蚁一样 就挤同一个 那个垫幅梯上去 我就在那个人群之中 我就在想 这是我未来要的样子吗 这是我未来要的日子吗 我每天都要这样子 跟蚂蚁一样 然后去跟人家挤那个垫幅梯吗 我就 你知道 你就会有一些 反画面 就是我不要这些画面 我未来不要在这些画面的 我要更好的画面 所以你看我现在 我窗外一片明朗 我养鸡 养鸭 养兔子 我居然住乡下 根本就没有那些画面 这些画面是我怎么来的 就是我那时候 我不要那些画面 但是我想要什么画面 那我这些画面要先建构出来 好 那所以非常幸运的 我现在 十年后 我是真正活在我 当初建设的画面之中 哇 我觉得这个听起来真的是 非常的 我不知道对于大部分 还是上班族的听众 应该听起来很梦幻 就是 真的 真的做得到这样的一种感觉 但我刚刚 我觉得上次讲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就是 如果我们去反思上班族的生活 作息的话 其实我现在想 我也觉得真的蛮厉害的 你叫我再回去每天打卡 然后 对啊 风雨无阻的上下班 然后塞车 塞要爆炸 例如说台中 我们都住台中 那台湾大道在 上下班的时候 那个简直是不能开的一条路 对 所以你是不是很佩服这些人 我其实是很佩服的 如果这些人能够克服 我们现在眼中所谓的困难 他反过来做我们的生活 他也许更 更可以 你知道吗 所以其实 其实创业跟上班族 他真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而已 那你一旦选择了 你必须把它变成习惯 你一旦把它变成习惯以后 其实真的就不困难 就变得很容易 这个就是你的日常习惯 所以我现在每天 每天早上起来 六点钟到八点钟 我就习惯写一篇文章 这已经变成我的习惯 我真的我不觉得很困难 对啊 对 唱歌本身真的 就是说他现在是每天写文章 然后每天 像我是也是唱歌的读者定户 所以唱歌本身就是日更 每日更新的这个实践者 而且呢 这个每日更新是有人付你钱的 而且心甘情愿的付钱 然后大家都很开心 这样 因为很多 我也收过一些听众 好像比较不好意思谈收费啊 或者是说 我这东西到底有没有价值 我也不好意思 不知道怎么跟人家收费 不知道怎么定价这样 可是我常常会跟他们说 就是说 这件事交易 或者是说大家做生意 或者是知识的交换 这件事情是很开心的 对于付钱的人来说 我其实去讲课 有时候会讲行销 我都会拿唱歌来做例子 你知道吗 就是我都会说 我说我们做小品牌 都要累积 就是自己的铁粉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农业 所以我会跟很多农友农民 去谈说 你怎么经营自己的 自己的粉丝群这样 我都会说 所谓你要经营自己的铁粉 上个礼拜就有听众举手 问我说 老师什么是铁粉 这样 然后我就用唱歌的话回答 我说铁粉就是你 吹出什么东西 他都给你买 然后我就跟他讲 完全订阅制的事情 就是我自己 真的我就在上课的时候讲 我说我就订了 于老师的这个 网路的文章 他每天都会寄一篇来这样子 然后一天就是十块钱 然后他有一天说 他要出书了 然后还跟我们这些订阅户说 你们不要买 你们千万不要买 因为这一些 在email里面都有 你们都有收过了 你们不要买哦 但你们可以多帮我推广 然后呢 然后我就在现场问同学说 同学你们觉得 我有没有去买的本书 同学说 同学就有点忍住这样 就不知道要讲什么 我就说 我有去买 然后我还是买了 而且呢 我还抢着要有签名的那一种 我就是铁粉 谢谢 谢谢 这就是铁粉 就是你觉得 你明明看过所有的那些文章 可是你还是会想要知道说 怎么样把它组合成一个 就是有系统性的一个学说 你还是会想要知道 而且你还想要作者签名 这就是铁粉 各位 我就用这个铁粉的概念来跟他们讲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日更的 每日更新 然后持续的去创作 然后提供你的读者价值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像我付钱 就是订完全订阅证 然后付钱再买书 我觉得超开心 因为我可以学到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 感谢 感谢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好的 很开心的 所以我常常会跟听众说 你不用担心说 你做的东西没有价值 或是什么 或是不值钱什么的 我觉得唱歌应该是不是 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常常会被 问 有些人会觉得自己 这个到底能不能卖 或者是什么 OK 我先说我自己的历程 因为我耕耘很久 所以 你还算是新铁粉 就是有些 有些人一看我的东西 看了十几年 好像更铁 更忠诚 超铁 所以我觉得 在经营铁粉之前 你可能真的就是要 耕耘久一点 就是 开始创作 然后一路上帮助很多人 然后 所以不要 当然 当然你 你去 到了后期 你是需要收费的 但是在前期的时候 你就是尽可能的给 而不要去 想要去要 如果你在初期 就想要跟读者要的话 那他们 第一个 他们还没有建立信任 第二个 他们其实就是 还没有看够 还没有 还不够 就是说 你提供价 你还不知道他们要什么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 我耕耘的十年中 其实我就大概抓出来 我的 我的TA是谁 我的受众是谁 我的受众想要什么样的知识 那我就提供什么样的帮助给他们 因为我 每天都在吸收国外的资讯 所以我的 创作者之经济 或者知识经济这一块 我绝对是台湾第一个 我觉得是台湾No.1 我这个可以说 因为我是跟全世界同步 那所以 今天我就把国外的东西 再融合我自己的经验 因为我 而且我不是理论派 你也知道我每天自己在写 我是实作派 再加上国外的一些东西 然后把这些东西带给我的订阅者 所以他们愿意付我钱 因为他们买的东西 是可以解决到他们的痛点的 就是他们知道 他们需要的东西 我可以提供给他们 所以我觉得铁盆养成是这样 第一个 你要长时间经营 然后让他们相信你 第二个是 你其实要慢慢的掌握 他们想要什么 然后你提供 对应的产品给他们 那这样才达成收费的两个条件 这个需要时间 这个真的需要时间 我觉得很多 今天早上我写的 今天早上我写的那个 YouTuber也是这样 他连续日更YouTube两年 604天 这超难的 而且他的每一个Vlog都是拍成电影一样 可是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这就是建立信任最快的方式 真的 如果你要 你两年之内可以建立这么多信任你的人 那你就是努力一点而已 因为他是一个很拼的人 你就努力一点 然后英文有句话叫 show up everyday 每天都要出现 每天都要出现在你的受众面前 让他们养成习惯看你 好 就很多人跟我说 每天早上八点钟 他看我的这个文章 他好像我就在他耳边呢喃一样 我说 我的洗脑程度有那么重 他们说对对对 就是这样 因为我的文章也很容易看懂 就好像在跟他讲话一样 对 所以这就是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一般人做不到 但是如果你可以做到 做到的话 你就可以真的 有资格收费 嗯 是是是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关键 就是说 不要一开始就想着收费 这件事情 对 很多很多时候 埋在心里面 对 埋在心里面 埋在心里面 对 你不能 你不能去太 呃 太 就是太怎么样 太 对 太明显的急 太明显的急 但是 这个目标是要在的 是要有的 因为你最后是要走到那一步 嗯 而且很多人的 不只太急 还有太过于粗糙 我不知道有 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 就是有一些人加了你的好友啊 或者是Facebook的隔天 或当下 一加完马上就会问你说 诶 对于营养食品 有没有一些兴趣啊 我这边有一些不错的 就是很粗糙 对 对 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养成 就是谁介绍你的 我们怎么认识的 完全都没有 一来就是要跟你推销 对 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想象 你身边的一些可能做直销啊 做保险的人 如果我们太急或太粗糙的 想要去推销我们自己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对于别人的那个感受是 不是很好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 又会让我联想到 刚刚唱歌讲的最大的那个关键 就是你对于你的生活 到底有没有想象 对 因为如果你有那个想象 你现在在这边 但如果你知道你未来 想要的那个生活的画面的时候 你就会有计划性的 然后一步一步的 往那个方向去 而不是说 我现在反正我就想要钱 只要可以给我钱都很好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画面 在那边的时候 它会让我们 比较有一个长期的想法啦 会去经营自己 然后让自己知道说 怎么样可以一步一步的 往那个目标去 然后又同时享受这个过程 我觉得享受过程这件事情 可能是大部分的人 比较没有想过的 嗯 对 觉得这个可能跟小时候教育 有关系啦 因为大部分的台湾人 他们这时候体制内教育 他们就是老师说什么 我就做什么 然后出了社会以后 主管要我做什么 老板要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那我这样可以过得一个 很舒服的生活 就够了 对 但是我觉得这样 这样是OK 这样没有不好 但是明明有更好的选择 你为什么不去追求更好的生活 更好的赚钱方式 然后更好的环境 更好的一切呢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去就于好而已呢 就是明明有更好的 所以从A点到B点 从你现在到你想要的生活 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参考例子 你就去学他们嘛 你就学他们价值观 学他们的做法嘛 学他们的一切 然后你就慢慢 慢慢跟着他们这样做 你真的就会到啦 就是我以前也是 我觉得哇 这些东西离我好遥远 然后但是 但是我说服我自己 他们都是真的 我也可以做得到 那我就一步一步接近他们 然后到现在为止 你看现在有很多人 想要一步一步接近我 OK啊 你赶快来接近我 你赶快来跟我学 因为我也是跟别人学 我也是跟人家接近别人的 这就一代传承 传下去嘛 对不对 就我常说的嘛 Teach everything you know 你把所有东西交回去 你并不会损失 你反而会更厉害 所以 对 我觉得就是去努力啊 你要相信 你要相信你做得到 不要再自我怀疑 嗯 好 那如果说唱歌 请唱歌给目前正 这个 想要踏出第一步的人 一个建议的话 他可能还在犹豫 有点害怕 听完这一集 他有点想要来试试看 想刚要踏出第一步的这种人 唱歌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OK 这个 订阅完全订阅 不勉强 不勉强 好 真正的建议啊 真正的建议 就我刚才你讲了 你每一天都要做点东西出来 不管你现在上班还是没上班 你每天都要做点东西出来 那这个做点东西 这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内部会让你脑结构改变 第二个就是让你累积你的作品 累积你的作品让别人看到 然后钱在哪里 钱在人里面 所以用作品去吸引人 有了足够的人 你就会有钱 我举个例子 假设我们不要说用文章 我们就说做蛋糕 你很会做蛋糕 然后每一天你就做一个蛋糕出来 你可能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几点都比较想吃蛋糕 可能下午茶 如果你是上班族 下午大概三四点的时候 你就把你做好的蛋糕 照一张照片 po在FB上面 就这样 就这样 很简单 最难的是做蛋糕 拍照片跟上传FB都很简单 但是做蛋糕是你的专业 是你的热情 就po一年 连续po一年 连续po一年 同一时间 同一蛋糕 每个话蛋糕不一样 连续po一年 这就会发生一件事情 下面就会有留言说 你这蛋糕有卖吗 或者是下面有留言说 你这蛋糕很漂亮 可以教我怎么做吗 所以当你的作品 来到一定的量的时候 你会累积到一定的群众 在这个群众里面 就会有商机浮现 不管是要你卖蛋糕给他 或者是教你怎么做 或者是什么餐厅 看到了 这个蛋糕很好 可以来当我顾问 反正不管怎样 只要有人 就会有商机 那就是你的赚钱的机会 但是在这个之前是什么 就是你每天做点东西出来 让世界看到 得到市场回馈 调整我的作品 让下个作品更好 所以可能你是一个初觉者 你可能前四个蛋糕都很烂 都很丑跟垃圾一样 很多人说我们不要日根 因为日根都是垃圾 那我跟你讲 就是因为有垃圾 才会有很烂的东西 就是因为有很多很烂的东西 里面才会有好东西 就是因为里面有很多好东西 里面才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而因为这个非常好的东西 就让你让世界认识你 所以整个创作的过程 都是这样子的 从垃圾到烂东西 到好东西到黄金 所以我给大家鼓励就是 每天做点什么东西出来 然后po在FB上 po在部落格 或是发表 反正发表给全世界 让尽可能触及最多人 让他们给你回馈 然后去做出更好的作品 日复以日 好 太好了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 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让世界知道 认识你 知道你这个人在干嘛 白话来说 有点这个概念 对啊 对啊 好 那唱歌刚刚有提到 你的主要的产品 完全订阅制 包含我自己也是 忠实的订户的这个部分 唱歌可不可以 是帮我们的听众 做一些介绍呢 OK 我分享一下 我的画面好了 好的 我的画面有 我的所有产品 等一下 我的画面 这个是我的画面 好 你帮我秀一下 OK 这个是我的 这个是我的网站 这是我的网站 叫天下为唱 然后如果你来这个地方 他有个课程 这个课程 我有一个实体课程 叫个人品牌大帝国 这个是我最贵的课程 然后我有两个附费 我两个付费电子报 这个叫完全订阅制 这是我的核心商品 这是我知识宇宙的母亲 她是我的所有内容之母 她会生出很多孩子 每个孩子就会也帮我赚钱 但是母亲是经纪母 第一个孩子就是我的精选包 关于写作的 所以如果你觉得一年3650很贵 你就买这个 这个才1250 就是如果想要针对写作方面来做 然后我还有两个线上课程 这个也都是3000多块 3000多块的东西 关于email新交的 好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网站 如果你还不想付钱 因为我们才刚开始认识 对不对 你就可以先买我这本书 这本书才300多块 如果你还是不想付钱 没关系 你在这个地方有个免费下载 你只要在那边免费下载 这本书的前48页 你就可以免费下载 然后如果你觉得看完 觉得不错 想要继续看 那你就麻烦你花300多块 买一本书 所以这个是进入我宇宙 知识宇宙的最快 最便宜的方式 因为你的听众可能还不太认识我 但是对 就是有免费的 也有付费的都有 就是开始慢慢 如果你真的想向往 一人公司 或是一人创付这样的生活方式的话 对 我觉得你应该 应该要认识我才对 是 可以免费的认识一下 我也是完全的认同 好 这个感谢唱歌 大家可以搜寻天下为唱 或搜寻一为唱 你就可以找到唱歌的网站 那里面不管是免费啊 或者是这个付费的内容 也都有 可以任君选择 选择你 你觉得适合的 你觉得舒服的 你觉得最 一开始的时候 能够接受的方式 来去阅读 然后去学习这样子 那我自己有一个蛮大的题物 就是 呃 知识的学习 其实不只是在 所谓的硬知识 或者是比较 明显的知识上 因为我自己有推荐一些朋友 来订完全订阅制 哦 那像我有一个朋友 他其实是比较 我觉得他是很有才华的人 他会画图 然后又会写作 我觉得很厉害 可是他是因为很年轻 所以不是那么有信心的人 讲一个年轻的女生 所以我推荐他订 完全订阅制之后 我自己觉得 唱歌的 刚刚有提到 唱歌自信心爆棚的人 唱歌的自信心 会感染给读者 就是读者是接受到的 像我这个朋友 我就觉得 我们有的时候会讨论 说唱歌今天的文章 你就是觉得很受用 有学习 很多的时候 那一篇都不是 在讲硬制之上 他可能都是在谈一些 我们的心态的建立 或者是我们怎么去看待世界 看待一些不同的事情 所以我自己觉得 这个是读唱歌的内容的一个 附加的很重要的好处 就是学习那种超高的自信 就是真的因为创业这件事情 非常需要自信的 很重要 我刚才说 如果今天你的自信 是无敌无比的话 你认为你可以做到任何事情 对啊 然后在这个路途上 你遇到的所有困难 你都觉得这都是一个 芝麻小事而已 对 这自信真的很重要 对 那自信跟热情 当然是会感染的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 所以你知道有病 什么头痛自疼 脚痛自脚 对不对 这个如果你觉得 你自己没自信 你就要去多接近 多接近那些有自信的人 让他那个气感染到你身上 如果你觉得自己 今天自己不会表达 那你就要去多接近那些会表达的人 就是你知道自己的问题是什么 你就去多去补充那方面的营养 对啊 那又不是可以补足你全面的能力了吗 对 我真的是从我的那个朋友 还我自己身上去体会到 当你长期的去阅读一个 一个有价值 有内容 有气势 的东西的时候 真的对我们自己的影响是会出来的 特别是你想要经营自己的事业 其实太多的困难了 每天都很困难 各种你意想不到的挫折 它会出现 可是我现在讲是讲困难 可是当你习惯 或者你逐渐去克服这些困难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一个自信性 它会变成一个成就感 然后你会觉得说 这个困难越来越小 你眼中 别人眼中的困难 在你眼中 其实都 真的是很小的事情 你就觉得 反正就是想办法解决它 所以 我觉得阅读唱歌的内容 有一个这个附加的 很重要的价值 就是提供你 慢慢的觉得说 我好像也可以来试着做一些什么 然后 让你变成一个更有自信 然后 愿意去尝试的一个 行动者 我觉得这个是 很关键的 那我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 就是唱歌的这个手刷的 书里面 它有写一些金句 有一些 每一本好像都不太一样 我给唱歌看 你是要什么 我这本是 More people you help More money you can make 我很喜欢这一句话 就是说 刚刚 我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的话 其实创业它不是只为了钱 大家都把创业或者是 创富 创造财富这件事情 太过于妖魔化了 对就是好像讲到钱 就是你就是使得而不赦 你贪婪 或者是什么 但我其实觉得并没有那么严重 还是关待于我们怎么去看待钱 那我们怎么去定义属于我们的财富 这件事情 所以当你可以去帮助越多人的时候 你提供价值 真的有一些人的生活 因为你的改变改善的时候 那这个过程里面 你自己也会得到你想要的那些财富 所以创业不只是为了钱 它其实需要一个正确的创富心态 然后用正当的方式 我们今天谈所有内容 包含唱歌所有的书 经过我的检验都很正当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所以用正当的方式 然后尝试去帮助更多人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创造 寻找我们自己想要的生活 而且享受这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是 唱歌给我一个最大的启发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唱歌的分享 希望很快还会有机会 再邀请唱歌来上节目 我猜应该很快 因为唱歌每天都写东西 下一本书应该很快又会再出现 好谢谢 所以如果今天有任何的回馈 或你有想法 你有问题 你可以私讯给 玻璃的鞋杠录粉专或IG 你可以写信给我 我可以帮你再问唱歌 然后再做一些回复 好那我们今天大概就到这边了 谢谢唱歌 玻璃的鞋杠录 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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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